老千世界 至少有50名车主被埃希拉夫敲阻杠 除车费至少7000元台币起跳 落车被拖走还有额外的保管费等 要花约19000元台币 甚至28000元台币才能赎回车辆 伊米医师在参加新年派对后发现车被锁 约2.8万元台币的罚款比车还贵 被迫签约把车让渡给埃希拉夫 埃希拉夫还今年非法的交通销单业务 在网站谎称缴费就可以消除违规记录 但实际上他是把违规罚单 栽账给不知情的其他驾驶 有受害者甚至要从苏格兰远赴英格兰的法院 打官司证明自己的清白 英国媒体形容埃希拉夫的恶劣行径 犹如现代海盗 日前他被法院判处5年半徒刑 未经许佩护迄ата 全 Moses 感谢观看